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GASUL也做得非常好 2016年国内掀起了增销反线的营销热潮 GASUL立即借鉴 在官网推出了联盟营销计划 这个计划是CTS模式 每促成一单交易 联盟客就会获得15%到30%的用金 并且Affiliate Pookie可以持续60 天 该计划不仅可以让利给消费者 并根据销售的实际效果合理控制广告费 联盟客只要在VASUL的官网简单注册 就能把推广链接分享到自己网站 博客和社交网络上 2017年和知名联盟营销平台 FestGrab展开了合作 扩宽了联盟营销的形式和渠道 计划推出没多久 就已经又超过100万人加入了推广计划 据FestGrab网站数据显示 2016年 年ZASUL销售额增长300% 而2017年则是310% 在私域流量上 ZASUL也有自己的一套玩法 在国外 很多品牌都会建立自己的社群 吸引相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人群 2016年12月 ZASUL在其官网上线了 名为ZMI的战内社群 ZASUL在上面发布话题 最新潮流款式和时尚趋势 这个社群类似于内部版 Instagram 可以点赞 评论 关注 成员主要由时尚博主和 ZASUL的粉丝组成 成员每天主要讨论 发布时尚话题 生活方式 搭配心得 潮流设计 以及在 ZASUL上的购物体验 也可以通过这个社区 去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 而这群人是 ZASUL最有价值的顾客 这个项目推出一周内 电影来 1000 多位新顾客 该社群日均发铁量 为500至1000 各 ZASUL在网红的运营上 也是非常深入的 相比 2015年 ZASUL目前的 KOL规模增长到 6 被 ZASUL在全球 KOL池中 拥有 37万的 KOL资源 也是目前拥有 最多 KOL资源的品牌 ZASUL在 YouTube上的网红合作 一般都是 让网红开箱 试穿和发布 Vlog 前期支付一部分费用 用于网红的视频制作 之后再根据 所带来的线上流量支付一定的提成 2017年一季度 ZASUL有网红产生的直接收益 占了10% ZASUL的品牌总监表示 应该推动和支持小KOL 因为品牌更容易留住它们 它们是社群驱动型 让人觉得更自然和可信 2018年12月 ZASUL举办了谢后 ZASUL的大型线下活动 ZASUL在线上抽出 2.明镜运粉丝 它们和8.明镜 ZASUL的网红一起去墨西哥的旅游地 ZASUL享受假期 这次活动 有160万人参与 也给ZASUL带来了 更多小网红的合作意向 财经图鸦认为 ZASUL从泳装产品切入 从产品品类上 找到很好的突破点 国内在该品类 有供应链优势 且该品类 也自带网红效应 这也意味着该产品 非常适合 做社交媒体的营销 带来自发式的传播 这是精心选择的品类 所带来的前期货品优势 当然ZASUL最值得撑到的 是其全渠道 和全方式营销策略 这是非常值得同行 去学习和借鉴的 在消费品行业 全渠道营销 也是趋势之一 ZASUL起源于线上传播 同时也在线下开展活动 为未来的营销铺路 而且把很多中国的新玩法 都带入到国外 比如社交电商和直播 并且把这些方式 做了本地化落地 在品牌传播上 方式多样 且互相加持 有助于品牌整体提升 对中国品牌来说 供应链是在全球都领先的 对现阶段的出海企业 如何在国外做好营销 是更重要的名题 是更重要的名题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说明 吧 看看